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联王纪下第五讲上部本的内容 苏念夫人的蒙恩 我们参考的圣经是联王纪下第四章8到37节 以及8章的1到6节 先知伊丽莎在老师伊丽亚被神接升天之前 向伊丽亚祈求得加倍的灵感 她也凭着信心得到了 紧接着就开始服侍神 她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 传讲神的话语 随时随地为百姓排忧解难 在传道过程中 曾受到过一些人的封刺 绩效 甚至诅咒 也得到过人的敬仰 爱戴 甚至有人专为她建一座仙之楼 让她居住 那些与神为敌 咒读伊丽莎的人 被狮子咬死了 那热情接待先知的家庭 得到了先知的赏赐 我们来一起思想 苏念夫人是如何蒙恩的 伊丽莎 伊丽莎作为神的先知 和她的师父伊丽亚一样 要仰赖神的供养 但神没有像从前那样拆遣乌鸦 而是使用苏念夫人来供养伊丽莎 有一次当伊丽莎从苏念经过 这个苏念夫人就抢留她吃饭 苏念夫人是大户的夫人 这里特别指一个富有的女人 按照今天的话说 她是富婆 老板娘 有尊贵的身份和骄高的社会地位 但她却谦卑放下着一切 反而为贤知伊丽莎 预备一切生活所需 她并没有因为有丰富的无知 而只顾生活的享受与厌乐 反而关心信仰 浅诚的侍奉神 她抢留伊丽莎吃饭 热情招待 体贴照顾 让伊丽莎感觉到有家的温暖 可见这位苏念夫人对先知的招待 是非常的细心又充满爱心 在《猎王集下》第四章九到十节中 记载夫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塌 桌子椅子灯台 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圣洁告诉我们 苏念夫人特别盖了一间小楼 并预备好了一切所需 她不知把伊丽莎留下吃饭 甚至渴望伊丽莎住她家中 所以特意建造先知楼 因为她看出伊丽莎是圣洁的神人 在当时除了伊丽亚和伊丽莎 这些先知和她的门徒之外 还有许多敬拜巴黎假神的假先知 要看出谁才是真正的神人 这是需要相当的属灵领悟和洞察力的 在伊丽莎白姓普遍灵性黑暗的时代 更显出这个敬前夫人有属灵的眼光 能够看清楚真假先知 并且真诚接待耶和华的先知 希伯来书中提到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克里 因为曾有接待克里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再看一下在联王纪下第四章 十一到十三节的描述 一日伊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伊丽莎吩咐仆人吉克阿西说 你叫这苏念夫人来 她就把夫人叫了来 夫人站在伊丽莎面前 伊丽莎吩咐仆人说 你对他说 你去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或像王或像元帅 有所求的没有 他回答说 我在本乡安居物室 安居物室意思是说 我有一个家已经很满足了 他以眼前所有的为满足 以敬畏神为喜乐 不为世事所求 是执足者常乐最好的诠释 你以什么为满足呢 苏念夫人对伊丽莎的细心照顾 让先知很是感激 所以伊丽莎千访拜祭 想要为她做些什么 以报答她的物私服事 伊丽莎得知夫人没有儿子 丈夫也老了 就对她说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报一个儿子 在伊丽莎文化中 儿女被看作是神的赐福 儿女是伊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对犹太夫女而言 生育儿子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因为神曾应许伊丽莎 仅要有一位弥赛亚出生 因此不会生育 就意味着与弥赛亚的母亲物缘 如今伊丽莎竟然提起 她明年这时候要生一个儿子 这个苏念夫人 何尝不盼望着 能为丈夫生一个儿子呢 然而她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生怕这非分的想法 究竟成为更大的失望 但神要为爱她的人所做的 是人心未曾想到的 伊和华岂又难成的事吗 这个夫人赢着她的敬虔爱主 为自己和家庭带来极大祝福 你曾否费尽心思 想尽办法做一些和神心意的事吗 当伊丽莎看见这夫人 所精心预备的一切 她决定留下来 而夫人也发现 自先知来到她家 从不生养的她 竟然生了一个儿子 正因为她给神人建了一个家 神人要给她建立一个家 这背后的典故 是大为想给伊和华建造圣殿 神反而是要给大为建立家时 你想你的教会兴旺 家庭和婚姻幸福美满 也是需要花心思去经营的 就能容神一人 一年后 按着神所应许的 是这夫人生了一个儿子 故事到这里 已经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不过故事却没有就此落幕 下一节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长大时 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首先孩子突发疾病 在《猎王记下》第四章 18到24节记载 有一天 孩子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他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父亲差人把孩子交给他母亲不久 就死在母亲的怀中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胆息祸福 有谁知道失去孩子的父母 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会知道其中的痛苦与煎熬 夫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 她的反应是什么 她没有悲伤和抱怨 也没有试图自己奴隶去救孩子 她也没有去看医生 她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 包括她的丈夫 这个女人的反应 说明在她看来 死亡不是不可扭转 她把孩子放在神人的床上 由让她丈夫预备了驴和仆人 要往神人那里去 她身上拥有一种 出人意料的平静和力量 这书念夫人所做的 正应验了 以赛亚书中神自己的话语 你们得救 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 在乎平静安静稳 接着我们来谈 平安是信心的宣告 夫人就往嘉弥山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她 对吉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夫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她回答说 平安 其实事工有时候 也会经历失败 挫折 考验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事工里 就像这夫人的孩子一样 所以不要害怕 也不要退缩 反倒要积极 就像这些经文所看见的 要对眼前的难题说 平安 让我们有着积极 渴望的态度 对着在事工中遇到的难题或困难说 平安 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 夫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就感情而言 这句话比 我儿子死了 求你快去救救他吧 要急切 强力的多得多 苏念夫人的信心是何等的了不起 死这个词 自始至终 没有出他的口 请思想一下 对照我们自己 是不是常常把死挂在口头上的人 常常说消极话语的人呢 接着我们看 孩子的十二复活 在《猎王纪下》第四章 二十九到三十七节 先知拆返他的仆人吉哈西 已经快速赶过去 但他仍对伊丽莎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逼不离开你 这句话在哪里听见过呀 对 是伊丽莎曾经对伊丽亚说过的 伊丽莎的心如何能不感动呢 于是伊丽莎起身 随着她去了 伊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 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即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暖和了 然后他下来 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伊丽莎向主祷告 这是她在当时情况下的反应 伊丽莎所做的一切 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意 而是在神的启示下 而行出来的 事情的结局 也显然能说明这一点 那孩子得了医治 回到了母亲身边 熟练夫人放一个死孩子 在神人床上 抱着一个活孩子出来 如同浪子的父亲说 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时而又得的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多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饥荒来临 夫人在饥荒中 安然度过 首先 我们看 有神人警告 伊丽莎曾对所救活 执子的夫人说 你和你的全家 要齐身 往你可住的地方去 因为伊和华 命饥荒 降在这地七年 在伊色列王雅哈的儿子 约兰通知的后期 国内发生了七年的饥荒 比伊利亚时代的三年饥荒 多了一倍 当神降下饥荒 管教贝尼百姓的时候 伊丽莎和门徒 都留在应许之地 与百姓一同受苦 但却吩咐苏念夫人 齐身往尼克住的地方去住 这并不是让她逃避受苦 而是神要预备她将来 向约兰王做最后的见证 其次是 吟信顺从 夫人就齐身 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往菲利市地区 住了七年 苏念夫人曾经很有把握地说 我在本乡安居物市 不需要求告王或元帅 但现在苏念夫人历加七年 回归故土 他的房居民历加七年 不得不除去为自己的房屋 田地哀告王 在敬拜金流毒的猎王时代 就此一件事就可证明 百姓的罪恶已经到了极点 实施时代的南阿米 也是因为饥荒逃难的外邦之地 当他和儿夫归回库土的时候 他丈夫的田地也没有被人霸占 当苏念夫人除去为自己的房屋 田地哀告王的时候 幸得伊丽莎仆人吉哈西的帮助 约兰王的心就被出动了 所以不但判定 凡书这夫人都还给他 还恩上加恩 把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 苏念夫人顺服神 虽然撇下房屋田地七年 却没有任何损失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神如何顾念书他的人 他会在最合适的时候 此下援助和照应 神记着伊丽亚见证 伊和华是神 记着伊丽莎显明 神是拯救 诗人说 伊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这一讲我们所要学习的 圣经要节时 在列王吉下第四章 九到十节 夫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经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塌 卓子 椅子 灯台 他来到我们这里 就可以住在其间 我们一起来思考 两个思考题 第一个 熟练夫人之仁慈 为伊丽莎做了什么 第二 伊丽莎如何使孩子复活 谢谢弟兄姐妹的聆听 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